今天是10月31号 现在是上午的11点03分 我们来看一下上午的盘面 Ago走出了全线反弹的行情 目前的证券板块 包括房地产板块掀起了一个涨幅的高潮 涨停的高潮 还有包括光伏也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 那是不是预示的新一轮的大涨开始了 新一轮上涨正式拉开了序幕 怎么看 我们能不能追 大家在这些问题 我们就当下的市场做一个解读 讲之前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你的点赞加观众 昨天前天就给大家说过 Ago调整不可怕 调整到下面来低点 奥斯均加仙副进 那就是机会 就是一个可以抄底 可以低一些的机会 朋友们有没有把握住 有没有抓住 如果你把握住 你抓住了是不是能够获利 这个我强调很多回 强调很多次 亲此证过股 不要太纠结的这个问题 目前说市场的行为新品种 就是我们的主线 金融加国企改革 所以你有做这个方向 你能不能获利 肯定能够获利 也能够吃到肉 朋友们不要纠结这个问题 那我们看第二轮是不是开始的 目前来说 市场的核心还是要看证券股 能不能持续 如果证券股持续大涨 持续上涨的话 那么第二轮上涨是是可以开始的 但是目前来说差点火候 证券虽然说今天多支票涨停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偏弱一点点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强势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盘面 我们看目前是所正当上行的行情 那从这里来看 上我的量能是明显的 对吧 放量的 相比去昨天放了接近2000亿的量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进攻的状态 所以朋友们没必有纠结 A股就是流失 只不过他在反复在轮动 今天这个板块涨 明天那个板块涨 只要你截到对了 你就能够获利 只要你截到对了 你就能够吃肉 这个我讲了很多回 讲了很多次 所以在操作上面大家是需要注意这个变化 注意这个细节的 好了 我们回到这个市场 A股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的股民到底该怎么做 其实我昨天说过权重题材 不管你是权重还是题材 看你怎么选 如果是选择权重的话 那么你就是房地产 白酒加证券 这些去潜伏 是不是获利 我们可以看到 你如果说是潜伏了这个证券 对吧 那么今天证券一波大张 现在是不是获利了 是不是赚钱了 证券板块 目前涨停的票有接近5个 不说接近4个 东方财富涨不在10个点以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证券板块走势是非常是强劲的 那目前来说 我们一个上午的量能 以及比昨天一天的量都要大 那说明什么 说明证券板块 今天是一个全线的一个回暖状态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是需要注意 这个细节 注意这变化了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盘面 除了证券之外 今天还有一个方向很强势 那就是房地产涨万涨了很多 4个多点 可以说是属于一个暴涨的状态 那么房地产板块走势 也给大家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的这个权重板块又来了 昨天就说过 题材股这段时间很疯狂 我们要防防主力资金调判换股 把这个权 把这个什么题材方面的高位的 这个资金打了权重来做一个做一个跟踪 所以明显的这个是非常之一个不错的走势 那么我们来看 目前的A股的房地产板块 再次先涨停筹 至于这个板块的核心票是谁 我现在大家都知道 龙头是谁 我现在大家也知道 昨天就说过这个是龙头核心票是谁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 现在是什么 有多个票连板的 你去华夏幸福 还像什么万通 这些都是我连板的 那么他的走势就非常之强了 从事务上午的走势来看 我们要注意的重点就是什么 就是有助 就是抓住 不放松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盘面 房地产正确都涨了 那么白酒 白酒是目前整个权重方向 第一位权重方向表现比较差的 所以我们要去弱留强 什么意思 把强势留下来 把弱势干掉 说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就是权重方向 核心 就是 就是这个资金光租的主线 它是大金融方向 大金融核心是什么 多元金融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多元金融 多元金融的话 在昨天我说过 今天重点讲了 这个方向的话 再次兴起了一个暴涨 6个多点 而且多资票涨停 而且这个涨幅数比较大的 我们看一下 像涨国头 像中房产业这些 都是是前期的一些人期票 今天再次上涨 再次晚上发力 那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来说 还是分散是强劲的 对大盘的行情 同朋友们 只要记住一个细节 能不能开启第二轮 能不能开启第二波 关键是证券 那么证券的关键就是谁 关键就是什么 东方财富 所以我们盯解了东方财富 如果说东方财富 出现大涨暴涨 或说东方财富出现涨停的话 毫无疑问 我们的市场就进入了一个什么 就进入了一个第二轮的强势爆发阶段 所以我们盯解了他则是就明白了 东方财富的话 能个强势涨停的话 那毫无疑问 会吸引是吧 大资金来什么来这个证券板块的博弈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那除了这些之外 你看其他板块的走势 就是几乎都跟他有关 你比如说多元金融 还有这个什么 期货概念 这些都跟什么都跟正确有关 不然今天我跟他讲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 就是光伏 光伏的话是有利好加持下 那么光伏为什么今天很强势 那别人在什么光伏的什么 光伏的走势是什么 是因为有国家放的重磅利好 昨天放了一个重磅利好 6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利好 所以这个方向的话 短期是值得特别注意和特别重视的 目前来看 这个方向的空间潜力已经打开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调整比较充分 位置比较低 再加上国家放了重磅利好 所以他的空间还是什么 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要盯紧了 我们看光伏概念 今天的话 多支票掌停 一个线线掌停筹 你像整个光伏板块 属于一个明显的爆发状态 前期的一些人气票 你像这种 都组出了一个什么 探底回升的行情 他的走势也是非常之强劲 非常之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光伏方向的话 他的位置其实是比较低的 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票 他位置都是比较低的 以后 空间是比较大的 你像有一些核心 一些人气票 你看像这种生活控股 它是叠加器材 叠加光伏 昨天是数一个探底回升 今天是一个加速 那么像这种票的话 短期是非常强劲 有个走优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注意的一个变化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市场 其实我跟大家讲过 我们的这个主线品种 其实很明白很明确 那么到盯点就是了 你比如说今天上午 比较最强是什么 国旗改革 那他又是国旗改革 所以我一直想让大家盯点的国旗改革 有没有问题 你盯死他没问题 吃肉厚汤很简单 而且板块是作为轮动的 长高道的我们可以是吗 长高的话 如果他继续涨停 继续强势 我们就继续获利 继续受 如果是吧 如果他不太强势的 他表现不太好了 那我们就是选择什么 我们就选择直接就 是吧 去做留墙 把弱势干掉 把墙子留下来 其实他就是每天 是一个轮动轮换的一个节奏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国旗改革还是核心 大家看一下这个华为概念 是不是重中之重 华为概念的话 今天的战质 先行的涨停潮 对不对 我也强调了很多回华为概念 怎么样 要咬住 要盯紧了 那么你咬住了 盯紧没有 咬住了 这个方向 你能够获利 肯定能够获利 对于华为的走势 大家也是要说要注意 这个方向是当下市场 最核心的品种 什么意思 就是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 细节是什么 是一些叠加体的 比如说华为叠加软件类 华为叠加半导体的这些 华为叠加新品的这些 一定要盯紧的 一定要咬住了 那么这些的话 是能够获利的 能够赚钱的 朋友们 目前的行情是什么 就是在 华为这个方向 它是属于轮动 就是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办的 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我告诉大家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盯紧了什么 盯紧了 华为叠加金融 盯紧华为叠加金融 那么反而有机会给你获具力 华为叠加金融的话 反而走势更好 你看一下 今天的20厘米的 10几厘米的 很多都是什么 很多都是这个方向 都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 是需要注意的 一旦你有助了能不能获利 肯定能够获利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 变化 你像银石信这种票 对吧 它是华为叠加起来 叠加获利往金融 所以它的走势 是不是很强劲 是不是很 很爆发力很强 所以在操作面 如果你有助能不能获利 是能够获利的 好 这是上午的一个是吧 一个排面 就是以房地产 这个大金融为代表的一个拉伸 还有就是是吧 光伏的一个 一个利好价值的一个上涨 这是市场的一个焦点 重点核心 那看一下后排 后排跌的比较多 就是什么金属 贵金属 家电这一块 但是点整个跌幅不大 所以我们的市场 还是属于一个疯狂的状态 那我们看个股的话 个股的话 现在涨停的票 已经达到了 都是180家上下 市场可以说是 非常是疯狂 非常是疯狂 那我们赚钱效应 还是非常突出的 目前的涨跌幅比例 就是说 昨日涨停股的比例 这个平均涨幅 是达6个多点 什么意思 就是昨天涨停的票 今天平均涨幅 达了6个多点 那这不就是一个 躺平的状态吗 不就是一个躺赢的状态吗 这个肉是非常之大的 我们看到涨幅 在10个点 或10个点以上的 现阶段 已经是达了200家上下 所以说这个市场的话 它是非常之疯狂的 那再看后排 后排同样的 有一些票 下跌 但是然底下跌幅不是很大 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什么 是需要那个重视和留意的 好了 我们看一下 像今天 整体来说 这个市场的 这个赚钱效应 非常突出 所以大家可以积极做多 积极做多 不管你是在权重还是提产 只要你那个咬住核心 都能够获利 都能够吃肉喝汤 那边 我以为 我可以 我以为